那一天啊 樂狗他在演出那個舞台 梯台 我就在他的旁邊 這個在大型的典禮上 應該是台灣的第一次 因為我們通常在演出之前 彩排完 準備要正式 on show 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所有的無線設備 不管他電池剩多少容量 我們都會全部換行 所以有的人就說 會不會是電池沒電 音控師把尋號搞錯了 導致退出來沒有聲音 但其實這個都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在這麼大型的典禮上 這麼高規格 又有這麼多次的彩排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如果真的有 那真的是 最該萬事 讓我們懷疑是 那一個系列的那個品牌 的那些 那些無線設備在那個過程中 可能那個評斷 全部都被斷掉了 在那個當下是馬上 沒辦法找到原因的 因為在一場大型的演出 無線的破那個訊號太多了 那設備有可能有時候會忽然斷去 或是被干擾 但是真正是什麼原因 只有那個當事人 音控師跟那間硬體公司 他們知道 那對外 我記得是台式吧 他有發行公告 他也是都沒有正面 面對這個事情 那我自己的認為 就是說演出後 其實不應該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很多的備案 雖然他已經多拿了兩三支麥克風 但是那個就代表說 他們在做整個無線設備的這個設定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很嚴謹的去思考到 如果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不要這麼犯 大家看見 我們下輯的 有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